大学中有言,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绿,绿而后能得,知道应该达到的境界才能意志坚定,镇定不急躁才能让内心平静,保持静气才能思绪平稳,心安理得才能考虑周详,思虑周详才能有所得意,在这五点当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,其实是静这种品质不安静,就无法让内心平稳下来。 人们也无法仔细地思考每一个问题,人心不静,万事皆失,人心若静,万事皆得,生活也好,工作也罢,哪怕是与人相处,都不能急躁。 平心静气慢慢来,才是为人处事的王道,所谓每逢大事有静气,不信今时无骨闲便是如此,人心静,多俘虏,如果你能在这几个地方静到极致,那你的命多半会长久。 听国学故事,知传统文化,大家好,欢迎订阅一记说。 遇到危险时,遇紧急情况时,我们需要保持沉着冷静,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,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应对能力。 这项能力不仅仅是在灾难时的生存技能,它也密切关联着我们的日常生活,如面临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,身体抽搐,心跳加速,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。 沉着冷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析和处理问题。 在任何情况下,冷静思考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当我们面临紧急情况时,突然的惊慌和恐惧往往会干扰我们的思考和判断能力。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冷静,我们就能够更快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,采取更合适的行动。 当我们遇到紧急情况时,尤其是涉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爱的人的安全时,我们很容易因恐惧、愤怒和绝望等情绪而失控。 然而,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冷静,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让自己保持冷静并更好地面对问题。 在紧急情况下,我们需要尽快采取行动,采取合适的应急计划来保护自己和他人。 如果我们失去了冷静,我们很难制定出明智的应急计划。 相反,当我们保持冷静的时候,我们能够更加明确意识到我们的目标和行动更好地执行应急计划,提高我们在紧急情况下的生存率。 当紧急情况发生后,无论我们是否保持冷静,我们都可能会面临一些后果。 然而,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冷静,我们就会更好地应对这些后果。 我们可以更好地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。 从而更好地控制后果的大小和程度,无论是面临天灾人祸,还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突发事件。 在任何情况下,我们都需要保持镇定冷静,这是我们可以更好的分析问题,控制情绪,制定应对计划,并更好地应对后果的关键所在。 感觉生气时,俗话说,气大伤身,经常生气,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,尤其是生闷气,很容易气出病来。 那怎样才能做到不生气呢? 就是要打开自己的心量,心量大了,是就小了,也就不会生气了。 一个巴掌拍不响,两个人起冲突了,一定是两个人都生气了,都动怒了,才能吵得起来。 所以我们看电视剧,古代县官判案,经常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,因为只要两个人闹冲突,肯定都有错,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能够平心静气,不急不躁,架就吵不起来。 一个人火气再大,骂几句,甚至打几下,他也就骂不下去,打不下去了。 所以遇到争端的时候,不要总想着对方的错误,应该先平心静气地自我反省一下,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错误,是不是自己的某些言行,让别人不能接受。 自己是不是也有令人讨厌的地方,只要能够觉察到自己的过失,即便对方有错误,也就不会跟对方生气了。 我们经常说不要跟他一般见识,什么是一般见识,就是两个人水平差不多,半斤八两,这一架才能吵得起来。 我们试想一下,一个大人会能和一个三岁孩子吵起架来吗?一个大学教授会和一个小学生吵架吗?不在一个级别上的人是吵不起来的。 所以,在和人发生争执的时候,就要这么想,虽然你看他不对,但是不会和他吵架,因为只要一吵架,你就跟他是一个水平了,就成跟他一样的人了,这样也就不会生气了。 如果一个完全没有错误,而另一个人就是找他麻烦,还要打击他,陷害他,羞辱他,那怎么办?就要想到老祖宗的这句话,吃亏是福,这句话没错,人善人欺天不欺,人欠你的,天会补偿给你。 如果你完全没有错,别人还总招你麻烦,你还能做到骂不还口,打不还手,那你将来就成成圣成贤了。 我们看古代的顺王,他的父母对他非常恶劣,都想杀了他,连弟弟都要谋害他,可是顺王却没有怨恨他们。 还说是自己的错误,所以最后才被姚弟看中,成为天子,成为一代圣人。 身处是非之地实,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,有是非的地方就有江湖, 也许人的本身就是江湖,你我身处于纷繁复杂的江湖当中,不可能不沾染是非,也不可能不遭遇或是,也许职场中的是非矛盾,就让你我烦恼不堪,职场就是一个小江湖,我们该如何在职场中与人相处呢? 三点,首先,在做任何事之前,都不要冲动,更不要盲目出头。 其次,与人相处,难听刺耳的话尽量少说,多说赞美好听的话。 第三,能够低调沉默,就不要过分高调,只要你不坏事,那别人就不可能坏你的事,这三点都跟静有关,不静就会冲动,不静就容易跟别人发生口舌之争,不静就会为了一时的虚荣而过分显摆。 有些是非矛盾,不是别人造成的,而是我们自己不会做人导致的,遇事,少抱怨,多返求诸己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要想赚钱时,赚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,需要技能,知识,运气和努力,但是,有一个重要的因素,很多人往往都忽视了,那就是情绪,恐惧失败,想要舒服。 怕丢面子,不愿意被人嘲笑,不想要麻烦,劳累,这些情绪都是赚钱的天敌,想要赚钱,你首先就是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情绪,你要明白,失败只是成功当中包含的一部分,托马斯·艾迪生曾经说过,我没有失败,我只是找到了一万种不起作用的方法,艾迪生发明了电灯泡,改变了世界,但是,在成功之前,他失败了上万次,如果害怕失败,他就不可能成功。 所以,你需要接受失败,把它当作一种学习的机会,情绪本质上,就是自我习惯的延续,习惯了舒服的环境。 不习惯自我改变,因为改变,总是伴随着未知和不确定性,你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,舒适区或许是一个安全的地方,但是没有成长空间,你需要战胜内心的恐惧,接受新的挑战,这是成长的开始。 比如,你可能想要创业,但是你害怕失败,害怕丢面子,害怕被人嘲笑,这些都是正常的情绪,但是你不能被他们控制,你需要勇敢地面对他们,然后做出你认为正确的决定。 有道是竟能生慧,竟能生财,保持内心的平静,一身静气,才能够生出智慧,获得属于自己的财富。 智慧,财富,都喜欢那些平静如水的人,智者千律,靠的是什么? 就是平静的思考问题,分析局势,财运机会,需要的是什么? 就是人们抓住机会的眼光和手段,不论是思考问题,还是抓住机会的眼光和手段,都要从心静做起,就跟下棋一样。 你一急躁,就会一步错,步步错,满盘皆输,操留清美主久论英雄的时候,刘备内心镇定,表面上却装成慌张的模样,才得以通过曹操的考验保全性命,不然就不会有后来东山再起的刘备了,人心静不仅是为了赚钱,也不仅为了做什么事业,更是为了高质量的生活,即匆匆的生活,不可能高质量,平静如水的生活,才能细水长流。 感谢您阅读,赞赏与分享本文,感恩您点点订阅,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,请积极参与留言,与大家一起分享。